一個19歲姓胡的中國留學生 兩年前因為感情糾紛 在澳洲墨爾本唐人街 被一批中國留學生群毆致死 24歲主犯萬聖良 星期一在當地法院被判監11年 法官判刑時說兇手的行為殘暴且令人厭惡 規定前七年半時間不得獲假釋 死者的媽媽不滿判決 在法庭大叫一命換一命 認為兇手要受到死刑的懲罰